我太辛苦了 我居然在于南的盟子 突然能吃到盟子的锅锹米线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值得 只为了一道菜 来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我给你们看 一个桌子 有点长得像烧烤一样 真的好像他们做的是豆腐 在其他的地方 没有见过这种桌子 你感觉我整个灵魂 就在这边就充电 哈喽 哈喽 一个新的视频 今天我们就是在于南的哈尼梯田 我们听过哈尼梯田吗 安公这次确实原谅梯田 它是红河梯田的核心区 然后很厉害的是 它2013年成功的 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 也成为了中国第45处世界遗产 随着哈尼梯田审报成功 中国也超越了西班牙 成为了第二大世界遗产国 只有意大利的世界遗产 比中国还多 前两分钟 你这边还可以看到太阳 然后现在突然就 屋特别大 感觉我真的就是走在一个原生态里面 就是回到那种村庄里面的生活 特别特别舒服 就如果你有的时候就觉得 你在北京和上海 然后就 哦 节奏特别快 然后想安静下来 我觉得你就适合来这种地方 听一下 站在这儿 除了鸟和一些小动物 其他的声音都没有的 你们看一下 这边爷爷奶奶 岁数都比较大 然后就是每一天在这边好好的工作 就感觉你生活这样的话 你到80岁 你还会特别健康 后来我还跟一个当地的奶奶 一起交流过 我现在已经生了 我现在生了 86岁了 你还没有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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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海25岁 18岁就这样了 这个地方了 哎 这边当地人给我的感觉 他们是真的靠山 吃山 就是这么朴实的一个生活 嗯 看了原养体现之后 该吃午饭了 所以我下了决心 开了120公里 两个半小时 到萌子吃过桥米线啦 OK 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开了两个半小时 从原养体田到这边萌子 因为我看了很多粉丝 其实跟我说 宇翔 你又来的昆明周边啊 你怎么还没有去萌子啊 吃我们的过桥米线 各位 咱们到了 过桥米线的那个国道 到底是多大的 想吃一下那个汤 巨香 清淡的那种鸡汤的那种味道 这样是叫过桥米线 所以 如果你们来萌子的话 你们就这样过桥 然后这边当地人就是跟我说 第一 一二三四五六 九十二十五 十八二十一 不同的菜 就是要放进去 然后你要从生的肉开始 好舒服 你坐在一个老瓶子里面 然后下雨下大雨 然后吃一个过桥米线 然后我们就开始加各种各样的菜 你们看这个 鸡腿啊 我不知道什么是 好像是鱼 菊花 我跟你们说 把二十一个食材放到这个碗里面 我都已经花了五分钟的时间 但这个过程都已经非常非常有趣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然后来遇见 这个是当地云南的酒酿 我超爱酒酿 又有酒的味道 又有那种玫瑰花的味道 这个也是这边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 煎的年糕 也是甜的 很好吃啊 我想吃这样可以一起吃 来个煎的年糕 然后有这个酒酿 太好吃了 就算是锅里面汤汁流行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在蒙子这边 他们还会给你一个汽锅鸡 也是这边的特色 我们先尝试一下 不管你吃到哪一个调料 你其实会发现 给到你的是原汁原味的 到最终 你是怎么调整你这个味道 可以自己 so good 唯一的他们加的好像是 是盐 然后里面其他的调料还真的看不到 可能有些料材 先吃一下 你把米线从这个大锅吃出来 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酸 我前一段时间 只是跟一个朋友聊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吃桂林米粉 我就是感觉 你就是要去桂林 如果你想吃那种 非常原汁原味的那种重庆小面 你只能在重庆找得到 然后锅桥米线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吃 但是那种非常正宗的锅桥米线 你只能在这边找得到 我们吃一下 This is so good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突然就是 换到别的地方 然后你吃这个 然后它变了一个味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应该是好吃的 这是鸡啊 Oh my god 烤好的鸡 就刚才桌子上有一个汤 然后现在突然就是 把21个调料 全都加进去 然后突然有一个 完全新的一个化学反应 黄色的那个花花 这个都可以吃过去的 你们要吃吗 我又吃啊 不跟你说 这个档档的是猪皮 Unbelievable 主要是它一点都不中口味 如果中口味是10分 是一个两分的一个中口味 有没有一个人真的把这个全都喝完吗 有没有 I'm so 辛苦 我居然在云南的蒙子 突然能吃到蒙子的锅桥米线 当地的一个饮料 木瓜冰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 巨田 有点像有木瓜的味道的王老鸡一样 但是特别好喝啊 拿一下那个果冻 咣咣的果冻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值得 只为了一道菜 比如说锅桥米线 来到一个地方 我会因为一道菜过来 我说实话 那么大的一盆 Yeah Definitely And 锅桥米线吃完了之后 我们从蒙子 右凯的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70公里到建水啦 And 我们现在是到了 红河建水 然后这边有一个建水 紫桃街 它为什么叫紫桃街 我猜是因为这边有一个非文化遗产是紫桃 特别有名 所以他们把整个一条街叫紫桃街 早上看了梯田 中午在蒙子 然后现在就在建水 Oh my god 那咱们看一下 And 我们就开始在建水这边逛街 我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芦威亚 加上去当地的柿子糕 还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这个干巴牛肉 它特别特别硬 特别特别辣 但是吃的时候特别上瘾 这边买单了 15一桶 15一桶 对 不管我加什么 这都是已经15 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 其实可以把水果跟甜的都放在一起 好好玩 一碗15块还挺便宜的 芒果 西瓜 可以 我说实话 水果老是在好几个地方 在好几个城市 我都见过 但这边唯一的区别是 一 我觉得特别的实惠 15块 二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加 不仅仅是水果 你还要加各种各样的 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软糖 有一个问题是 它是自出的 然后我作为一个纳布丁主义的一个德国人的A型所处女座 我觉得在这边很纠结 究竟拿什么呢 所以如果他们给我们这种人一个套餐可能会更好 我从来没有把软糖跟水果一起吃过 在溅水 去桂林糕跟软糖放在一起 我刚才顺的人现在会骂我 你怎么会这样 同时要 如果你牙齿不好的话 别吃软糖 你桂林糕跟软糖放在一起还不错 这个软糖是一个火龙锅 这一定不是健康 当然好吃 作为一个夜宵 不要清淡一点的夜宵 特别特别香 有一个东西我给你们看 一个桌子 有点长得像烧烤一样 真的 好像他们做的是豆腐 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见过这种桌子 很多人都可以坐在那个桌子 围绕着这个桌子 然后这些桌子倒是都有 今天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一起体验了一个丰富多彩的 云南红河 早上我们从一个海拔 1900米的一个提前开始了 到中午 我们在猛次吃到 你们特别喜欢的锅销米线 那晚上我们这边就在煎水 然后看了一下他们这边的夜室 多元化的红河 热情的人 舒服的天气 我很喜欢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希望你们很喜欢 记得点赞 我留了 拜拜 拜拜